去年一月上映的Netflix真人實境秀 璀璨帝國拍攝了一群亞裔富豪 紙醉金迷的日常生活 意外造成轟動 5月13號第二季正式播出 還加入兩位全新成員 繼續這場亞裔富豪生死鬥 我是Dorothy Wang Dorothy's father is also a billionaire 新加入的成員之一王軒林 與台灣關係匪淺 美籍華裔的他父親是經營集團總裁王衡 王衡在台灣起家 畢業於文化大學 商業版圖橫跨美國及中國 涉足連鎖百貨 房地產 以及五星級酒店 號稱中國百貨王 除了王軒林還有一位台裔貴婦Kristine 從第一季就是固定班底 出生於台灣的Kristine 從小跟隨家人移居美國 後來與華裔著名整形醫師結婚 他在節目中還表示自己的丈夫 就是宋朝第二十四代傳人 如果中國的帝王制度還存在的話 他的兒子也就會是皇太子 什麼更大 紙醉金迷豪門生死海 璀璨帝國揭開了這些 住在洛杉磯亞裔富豪的奢華日子 迷人貴婦的勾心鬥角 豪門世家的撒錢揮霍 使得第二季才剛播出 就佔據搜尋排行榜 掀起美國新一波亞裔風潮 今期新聞張成員潘彥婷報導 華裔挖 超席 分散